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馒头是我们平时饮食中的主食之一 用来做早餐,配上一杯牛奶也非常的美味 我们做馒头一次都会多做一点,方便食用 那么平时做多了的馒头 很多朋友都是直接放进冰箱保存的 这样的馒头放上一两天就会干硬 再次蒸出来没有新鲜的渲软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馒头的保存方法 让馒头放上一个月也不干硬不发霉 和刚出锅的馒头一样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刚蒸出来的馒头把它放到案板上放凉 千万不要把热馒头放到塑料袋里面 如果把热馒头直接放到塑料袋里面 肉放进冰箱里 这样馒头上面就会有热气 时间久了,馒头上面就会破裂,脱层 这样我们再次蒸馒头的时候 它的表皮蒸摘就不是那么好吃了 这样口感就非常的不好 现在准备一个碗,里面放上适量的200开 再准备一张厨房纸巾 把它放到200开里面暂湿 用手把纸巾里面的水分挤干 然后用纸巾在放凉的馒头上涂抹均匀 这样馒头表皮会比较湿润 这样是给馒头补充水分 防止馒头在冰箱里面太长时间 表皮的水分流失了 这样馒头就会开裂 补充完水以后 咱们的馒头保存多长时间都不会开裂了 我们不要保存的所有馒头都涂抹均匀 现在准备保鲜膜 把涂抹均匀的馒头放进保鲜膜里 把它们一个个的包裹好 包裹保鲜膜的目的 是为了让馒头里面的水分不会流失出来 里面有空气的话 尽量把空气挤出来 在包裹馒头的时候 千万不要偷懒 一个个的把馒头包裹好 把要保存的所有馒头都这样包裹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塑料袋或保鲜袋 把包裹好的馒头全部放进来 然后再把里面的空气排干净 然后把口给封紧实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只需要把馒头放进冰箱的冷藏里边 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咱们在吃馒头的时候 只需要把塑料袋打开 吃几个就拿几个出来就可以了 再把保鲜膜取掉 然后把馒头放到蒸笼上蒸一蒸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保存的馒头放一个月 它都不会开裂发霉 和刚蒸出来的一样新鲜 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一点吃不出来是放了很长时间的 这样一次多做一点 把它保存起来 下次吃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好了 保存馒头新鲜的方法就分享完了 方法非常的简单 喜欢吃馒头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 非常的实用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多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